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昨天的明镜火拍 报道 独家 谣传习近乎身体出了问题 在北戴河见人就骂 马上就可印证 推特又开始新一轮爆料 说习近平正北戴河出现身体问题 见人就骂 北戴河大骂前任不负责 留下烂摊子 大骂银行 房地产开发商 官僚将国家掏空 留下一推债务炸弹 这个传问可信度如何 推特原文如此 据传首长 在北戴河出故障 一个个找人训话 基本都是骂人 结论是没一个顶用的 首长还诉苦我也是人 有困难都好我 我又不是神 据传 首长在北戴河大骂前任不负责 留下烂摊子 大骂银行 房地产开发商 官僚将国家掏空 留下一推债务炸弹 政治观察人员对明镜火拍说 这明显是依据社会热点编写的猛料 至今没有任何可以支持的证据 如果习近平取消即将进行的对南非的访问 不出席金砖五国会议 那么还有可信度 否则很可能就是瞎编的 据消息人士透露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将于本月访问中国 路透社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 克莱福利计划于本月底访问中国 试图改善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 克莱福利的行程最初计划在7月进行 但在中国宣布更换他的对应人员后被推迟 具体访问日期尚未确认 在月球背面深处发现了奇怪的隐藏结构 英国独立报 中国嫦娥四号任务的月球车 利用其月球穿透雷达 LPR对月球背面地下深处的结构进行成像 LPR监听了从隐藏结构反弹回来的声音回声 并在约300米深处发现了隐藏的结构 雷达分析还揭示了一个埋藏的陨石坑 并帮助绘制了月球下古老的熔烟流 这一发现表明 月球表面下的前130英尺 由尘土土壤和岩石层组成 研究表明 月球的火山活动在其45亿年的历史中逐渐冷却 金砖国家俱乐部的繁荣 在约翰内斯堡可以期待什么 德国之声 在即将到来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金砖国家将讨论将该组织扩大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外的国家 已有2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该组织 包括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伊朗、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 这一扩大将代表着现有世界秩序的重大动荡 一些国家希望通过金砖国家组织来彰显自身日益增长的自信 并挑战西方的影响力 俄罗斯和中国特别有兴趣通过金砖国家组织来对抗美国 并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什么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BRAX 有哪些国家希望加入 以及为什么 路透社 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这个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集团 将于8月22日至2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第15届峰会 该集团成立于2009年 作为一个非正式俱乐部 旨在挑战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的世界秩序 该集团专注于经济合作 增加多边贸易和发展 并以共识方式运作 包括沙特阿拉伯 阿根廷和伊朗在内的40多个国家 已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 作为传统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机构的替代选择 从壮丽的格林伍德到无名的图恩 狮子女族的评级 英国美日电讯 电讯报对英格兰女族队 在最近的世界杯中的表现进行了评分 该队成功进入了决赛 门将玛丽 厄普斯在前几场比赛中关键扑就 获得了十分之八的评分 后卫路西 布朗斯获得了十分之七的评分 据信这是他赢得世界杯的最后机会 在空中对抗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卫 米利 布莱特获得了十分之八的评分 电讯报 还对队中其他球员进行了评分 东盟可以通过团队合作成为太阳能领域的强国 日经亚洲 东南亚有潜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太阳能生产中心 但需要区域合作来开发这个机会 东盟成员国在采用太阳能方面取得了进展 越南已在四年内新增近二十几瓦的太阳能容量领先 然而 该地区仍然依赖于中国进口的关键组件 如多金硅和晶片 为了确保供应链安全并推动太阳能生产 东盟国家应该共同努力 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生产中心 利用各国现有的产业 中国对在戴维营对其的批评提出抗议 路透社 中国对美国 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在最近的戴维营峰会上 对中国的批评表示不满 中国外交部已向相关各方提出了抗议 中国降低关键利率以刺激经济最新消息 英国美日电讯 随着房地产行业陷入深度衰退 英国房屋建筑公司的股价暴跌 富时100指数和富时250指数中最大的开发商 由于行业数据不佳和一项重大利润预警 而遭受了最大的跌幅 Rightmove报告称 英国房屋的要价在2018年8月以来经历了最大的下跌 不断上涨的抵押贷款成本给买家带来了压力 此外 由于交易状况恶化 Christ Nicholson的股价损射超过5000万英镑 6900万美元 后 该房屋建筑商发布了一项利润预警 中国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 但并非即将迎来雷迈时刻 南华早报 根据Loresa Advisory合伙人尼古拉斯 斯皮罗的说法 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并不过分担忧 斯皮罗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所带来的后果 并不被视为系统性信贷事件 国际投资者也没有为中国引发的崩溃做准备 他还指出 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和资本管制有助于防止全面的金融危机 斯皮罗补充说 这场危机是一个结构性经济问题 无法通过市场压力来解决 全球粮食安全面临重大威胁 大米价格飙升 饥饿人群增加 美国之音 自俄罗斯撤出联合国促成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定后 再加上高尔尼诺暖流 尔尼诺气候现象影响大米生产 全球粮食安全遭受重大威胁 其中大米的价格飙升 仅越南的大米出口价格就15年来的新高 另一些最贫穷国家 最易受伤害的民众面临风险 美联社报道说 联合国粮能组织在曼谷的一位自然资源官员表示 全球正处于一个拐点 在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印度未稳定国内大米价格上个月宣布将禁止某些大米出口前 许多国家依预期厄尔尼诺影响已经疯狂购买大米 令价格飙升 报道表示 可能会令局势更糟的是 如果印度禁止非印度香米的出口 触发多米诺效应 其他国家也可能进行某种限制 阿拉伯联合大陆已经暂停大米出口 以维持其国内大米库存 另一个威胁因素则是 如果极端天气损害一些国家的稻米作物 全球90%的大米种植以及消费是在亚洲国家 而亚洲国家在苦苦挣扎住进行大米生产 台风杜苏瑞今年7月 重创菲律宾北部稻米种植地区 损坏了价值3200万美元的稻米作物 约占年度稻米生产的22% 随后 菲律宾开始谨慎地管控供水 预期厄尔尼诺现象将减少降雨 继中国之后 菲律宾是全球第二大大米进口国 小马克思总统强调 需要确保充足的大米储备 报道表示 印度的大米出口限制 将导致今年大米出口减少近一半 今年印度不断限制大米出口 令印度成为一个不可靠的大米出口国 观看 乌克兰炮击摧毁俄罗斯坦克的反击行动 英国每日电讯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南部的一次失败反击中 通过炮火成功阻止了一列俄罗斯坦克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坦克被炮火吞没 几辆车在田野中燃烧 与此同时 亲俄罗斯博主报道称 克里什基夫卡遭到克里姆林宫军队的未遂袭击 乌克兰军队决心守住这个定居点 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优势位置 切断俄罗斯军队占领城市的关键补给线 乌克兰国防部长还报告说 上周军队已经夺毁了巴赫木特附近的领土 女兵自皆遭凶袭引爆事件 日本自卫队骚扰案 调查报告出炉批军方具认真处理指控 日本自卫队爆出上千宗骚扰案件 案件受害者不分男女 超过六成受害者不敢通报 甚至传出日本军方掩盖骚扰情势 为严肃对待指控 其中一名女兵受害者入伍后天天被骚扰 包括被男性同袍凶袭从后方拍臀 台湾中时新闻网综合英国卫报 日本TBS电视台报道 日本防卫省一个因应2022年骚扰案件 而成立的专家小组上周五18日发表式报告 指日本军方掩盖发生在自卫队员身上的性骚扰 及其他形式的骚扰案件 并且拒绝认真处理这些指控 报告指出 至今一共发现1325宗骚扰事件 受害者不分男女 80%案例涉及滥用权力 12%性骚扰案件 另外也有部分针对女兵生产的骚扰事件 该起调查源自于2021年 前陆上自卫队队员五支警理奈 Rena Garnon投诉遭到多名同袍反复骚扰 迫使她退役 日本防卫省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她的指控 五支警理奈后来公开要求日本军方调查她的案件 自卫队遂于2022年9月坦承她 遭到虐待病道歉 五名加害者中的四人亲自向五支警理奈道歉 防卫省也在当年抵将五名加害者解职 并另外惩罚四人 五支警理奈后来对施害者及日本政府提出所长诉讼 她说自2020年加入自卫队以来 天天遭受骚扰 在走廊走路时被拍臀 或从后方抱住 还曾对其他男性同袍亲吻脸颊或胸袭 五支警理奈的案件受到关注后 该支2022年成立的专家小组 遂开始调查自卫队内部的骚扰情形 报告显示 超过60%受害者为通报骚扰事情 多数受害者不信任自卫队或防卫省会处理申诉案件 同时他们也担忧发声会遭到报复 另外有多达400名受害者因受骚扰而寻求建议 不过多数人认为没有获得适当协助 部分受害者表示被施压放弃申诉 报告敦促日本防卫省 及有23万名士兵的自卫队 关注军中骚扰事件 并对上级长官处理申诉的方式进行评估 大卫 布伦克特表示 工党多数政府将是一个奇迹 英国每日电讯 布伦克特勋爵表示 工党在下次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 将是一个奇迹 这位工党资深人士表示 工党在下次全国竞选中取得胜利绝非易事 虽然他认为这是可能的 但将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早间更新 加拿大皇家骑警声称 中国要求退休的骑警 收集关于卑诗省大亨的信息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 指控退休骑警威廉·马杰尔 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干预 RCMP声称 马杰尔和另一名前骑警肯尼斯 马什试图迫使温哥华房地产亿万富翁凯文 虽与中国公安部和公安局合作 RCMP还声称 中国要求马杰尔对维吾尔活动人士 热比亚·塔德尔进行档案编制 并利用他在加拿大执法机构的关系 协助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马杰尔的律师 否认他的客户犯下任何违法行为 并称RCMP的证据完全是间接证据 互联网的原罪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成为一场噩梦 英国每日电讯 The Register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互联网本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展 当前大型科技公司在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并非不可避免 该文章认为 互联网目前的结构 及大型企业主导贸易条款 只是因为30年前一些风险投资家 和技术传教士的特殊偏见而出现的 文章指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池 呼吁建立一种新模式 允许个人对自己的数据主张产权 这支安大略省基奇纳空手道队 希望在泛美运动会上创造历史 加拿大CBC 来自安大略省基奇纳空手道场的 一支年轻运动员团队代表加拿大 参加在智力举行的泛美运动会空手道锦标赛 这支由4名运动员组成的团队 一直在基奇纳的空手道奥林匹克中心 进行精神和身体训练 这是其中三名运动员首次参加泛美级别的比赛 其中一名运动员去年在14岁以下类别中获胜 教练认为 这些运动员潜力巨大是加拿大的投资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清澳会 通往城市幸福的道路不仅仅是一条车道 加拿大环球邮报 沃泰华市长马克 萨特克利夫 Mark Sutcliffe 批评伊丽莎白女王车道 Queen Elizabeth Dragway的关闭 这条道路沿着沃泰华的里多运河 Riddle Canal行驶 禁止汽车通行 Sutcliffe将关闭描述为 以一种对其他人几乎没有好处的方式惩罚司机 然而 文章认为 公民领袖应该优先考虑 充满活力的步行空间 而不是汽车 并引用了蒙特利尔等例子 蒙特利尔在夏季 将某些街道专用于行人 魁北克市开设了公共游泳区 文章的结论是 加拿大各地的公民领袖 需要采取类似的方法 在莫斯科地区的乌克兰 无人机袭击中有两人受伤 近50次航班受到干扰 加拿大环球邮报 当乌克兰无人机 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时 其中的部件掉落在 莫斯科地区的一座房子上 导致两人受伤 此事件导致近50架飞机 在首都的起降受到干扰 此前俄罗斯称其干扰了一架 乌克兰无人机 并摧毁了附近的另一架 俄罗斯官员多次警告称 飞越莫斯科的军用无人机 可能会引发重大灾难 最近几个月 对俄罗斯首都的无人机袭击 越来越常见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这些袭击对俄罗斯民众 对战争的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 西班牙女足世界杯冠军 将在足球精英队伍中长期存在 半岛电视台 西班牙将在可预见的未来 主导女子足球 他们在澳大利亚赢得了2023年世界杯 一支年轻而有才华的球队 包括25岁的中场球员艾塔纳 邦马蒂和19岁的前锋萨尔玛帕拉维洛 帮助西班牙赢得了他们的 第一个重要锦标赛 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球队 有来自冠军联赛冠军巴塞罗纳的9名球员 并且在2018年U17世界杯和2022年U20世界杯上 获得了冠军 狮子队的失败创下了英国观看人数最多的 女子比赛的新记录 英国独立报 英格兰和西班牙女子足球世界杯决赛 在英国电视上平均吸引了1330万观众 创下了女子足球比赛的新记录 观众数量在比赛最后几分钟达到了1480万人 这些数字包括在BBC One和ITV上观看比赛的观众 以及通过BBC iPlayer或ITVX在电视上观看比赛的观众 之前女子足球比赛的收视记录是在2022年欧洲杯决赛上创下的 观众人数略超过1100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的最大电视观众人数是国王加冕一试 平均有1880万人观看 独家消息 印度央行敦促银行以卢比和迪拉姆结算与阿联酋的贸易消息来源 路透社 印度储备银行RBI鼓励当地银行使用迪拉姆或印度卢比 而不是美元来结算阿联酋和印度之间的贸易 以减少印度对阿联酋贸易逆差所导致的美元流出 这一举措是RBI促进与印度贸易逆差国家 使用本地货币结算的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 RBI可能会考虑设定内部目标 以期望看到有多少贸易从美元转向其他货币 并保证将支持银行进行本地货币交易 然而 目前阿联酋和印度之间的跨货币贸易量较低 这使得企业难以用迪拉姆支付整个进口金额 中国因对人民币迅速走软的担忧日益加剧 而意外适度降息 加拿大环球邮报 作为新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已将其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下调至3.45% 但将五年期利率维持在4.20% 此举令分析师感到意外 他们曾预测这两个利率都会下调 中国当局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 因为担心进一步削减货币政策可能引发人民币抛售和资本外逃 由于消费者支出疲软 房地产暴跌和信贷增长下滑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已经放缓 追踪卡塔尔门的土耳其商人 德国之声 哈坎 卡穆兹是一位土耳其商人和律师 目前居住在伦敦 他被卷入了震动欧洲议会的卡塔尔门贿赂丑闻中 卡穆兹在财富和权力圈子中建立了广泛的关系 他的咨询公司Stoke White 曾代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进行案件辩护 卡穆兹还担任Radiant Trust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该机构支持以人权为中心的组织 塔塔尔门丑闻涉及塔塔尔、摩洛哥和毛利塔尼亚官员 向欧洲议会成员提供豪华旅行和现金转账 以换取政策决策和欧洲议会对这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 卡穆兹并未被列为调查对象 但他的名字被一位合作者在案件中作证时提及 卡穆兹证实 他的咨询公司和Radiant Trust 向涉及贿赂计划的一家空壳公司支付了款项 以换取游说服务 这一丑闻揭示了欧洲议会在防止腐败和贿赂方面的不利 引入反腐败规定的努力也被推迟了 EEX交易所需要欧盟反垄断 批准纳斯达克交易 欧盟表示 路透社 德意志交易所的欧洲能源交易所 EEX将需要寻求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 对其收购纳斯达克欧洲电力交易和结算业务的批准 这项交易于6月宣布 将使纳斯达克将其在北欧 法国和德国电力期货 以及欧洲碳排放配额期货的现有持仓 转移到EEX的欧洲大宗商品结算所 丹麦 芬兰 瑞典和挪威已要求欧洲委员会审查该交易 因为它对欧洲能源市场至关重要 委员会表示 这两家公司是唯一提供在交易所上进行北欧电力合同交易和结算服务的供应商 这对于更稳定和可预测的能源价格至关重要 油价因供应紧张和高昂的供暖价格而上涨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出口减少以及高昂的暖气油价格 油价在周一上涨 布伦特原油上涨76美分至每桶85.56美元 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上涨85美分至每桶82.10美元 尽管全球需求增长和高利率引发了担忧 但油价上涨 由于美元走弱 石油购买也变得更加廉价 中国暂停台芒果输入 台湾不服国际惯例呼吁对话解决 法广 中国再次对台湾农鱼产品启动禁令 国台办周一 8月21日宣布台湾芒果减出有害生物 即日起暂停输入 台湾农业部随后表示 2018年至今 仅今年有2匹芒果被减出 低减出的比例 却用最强的手段禁止输入 不服国际规范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日表示 今年以来 海关从台湾输入的芒果中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屯纹粉件 并说这个有害生物一旦传入 将对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据中国官媒环球网报道 未了从源头防范风险 海关总署决定即日起 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并以由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的联系管道通报台湾 要求台湾完善植物检疫管理体系 台湾农业部则发布新闻稿称 针对中方屡次不符合国际惯例 未经科学性对话及任意中断贸易的做法 台湾深感遗憾 农业部将持续透过双边管道 呼吁中国紧肃与台湾进行技术对话 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 以尽早恢复芒果销中 据台湾农业部次长陈俊纪对中央社指出 从时间轴来看 中国在今年6月15日 8月3日 做了两次大洋屯纹粉界的通报 在接获通报后 有回溯调查 也在7月4日 8月17日 回复处理措施 陈俊纪指出 若从检出的比例 2018年至2022年 是完全没有检出 今年有2批被检出 2018年至今 书中芒果有5689批 仅2批被检出 检出比例约千分之0.5 低检出的比例 却用强度非常强的手段 禁止输入 不符国际规范 陈俊纪进一步说明 根据WTO规定 应该要避免 降低对贸易冲击 如国际上 可以用熏征的方式 处理大洋屯纹粉界 但中国 却用最强的手段 此举不符经济规范 中央社报道说 台湾芒果今年种植 约16000公顷 产量174000吨 今年外销量约4000吨 占总量约2.2% 而近5年 平均外销量占比 也约3%左右 代表芒果是内虚型水果 因此 对台湾农民的冲击并不大 台湾今年输往中国的芒果 约1000公吨 仅占产量约0.5% 加上今年芒果产季 已接近尾声 此次中国暂停台湾芒果输入 对产销影响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上述举措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过境美国后确定落实 据路透社报道 农业不是台湾半导体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农业扎根在传统支持执政民进党的南台湾 北京将限制在在线医疗活动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南华早报 北京市政府起草了一项新规定 将限制人工智能 AI在医疗领域的使用 根据拟议的规定 使用AI自动生成医疗处方将被严格禁止 该规定还要求医务人员具备专业资格 获得认可的医疗机构批准 并至少有三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此举反映了对生成式AI技术 对中国传统职业和行业的破坏性影响的担忧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在9月中旬之前 征求公众对民意规定的意见 马拉巴尔演习将四国海军聚集在澳大利亚 外交官 澳大利亚、印度 日本和美国的海军 已经开始在悉尼海岸附近 进行第27届马拉巴尔海军演习 这个演习始于1992年 最初是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海军演习 多年来在范围和复杂性上不断扩大 参与国家对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认知 并致力于通过像马拉巴尔演习这样的军事交流 来提高作战效率 这个演习被视为向中国传达共同目标的信息 月球25号坠毁 登陆月球仍然困难重重 德国之声 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和以色列 都计划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 但尽管自阿波罗时代以来 技术有所改进 火箭发动机的效率只提高了10%至20% 俄罗斯的月球25号探测器的失败 可能是由于其复杂性和着陆点的困难 该着陆点的坡度高达45度 有超过16000块巨石 以色列 印度和日本最近的登月任务 失败可能是由于测试不足和削减成本措施 中国和英国科学家创造了最高分辨率的超透镜 南华早报 中国和英国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种高分辨率光学成像透镜 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限制 这种透镜被称为超透镜 由等离子材料制成 可以在亚波长尺度上创建图像 团队利用多频率的组合来增加分辨率并抵消光学损耗 超透镜在生物医学 光纤通信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 是时候让金砖国家证明它是一个积极的力量了 南华早报评论版 本文在南华早报上指出 本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应该着重发展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之外 进行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技术机制 美国一直利用美元进行经济战争 而世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 只能去美元化 这篇文章还指出 新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应在帮助全球难民和解决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和债务偿还危机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事实况 船东河港口运营商加速甲醇燃料项目 路透社 随着航运业对替代燃料的兴趣增长 一些公司河港口正在推出与甲醇加油有关的项目 包括AP Marmarsk CMA CGM 中原海运控股 HMM公司 Steinabulk Hafnia和Express Feeders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参与了建造甲醇动力传播的项目 与此同时 中国 新加坡 墨尔本 瑞典和埃及的港口正在探索建立甲醇加油基础设施 航运业的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 并将甲醇视为低排放燃料选择 日本 韩国 美国峰会 印太地区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外交官 美国 日本和韩国已经同意加强在国防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协调 尽管中国指责这是一个太平洋北约 但这项新协议并不构成正式联盟 也不要求各方为对方的防御而采取行动 然而 它包括了一项协商义务安全承诺 涉及信息共享 信息对齐和在面临威胁或危机时协调应对行动 该协议还包括一些措施 如定期举行三方领导人会议 启动年度三方印度太平洋对话 协调反虚假信息努力 以及推进弹道导弹防御合作 虽然这一框架传统上侧重于对朝鲜的联合应对 但议程现已扩大到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 该协议还反映了对中国行为的担忧 并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特别是关于主权 领土完整 和平解决争端和使用武力的原则 这是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独立峰会 表明了保持合作的承诺 中国对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冷战戴威营会谈 发起攻击 南华早报 中国指责美国 日本和韩国试图在上周在戴威营会晤后重启冷战 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称这三位领导人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并挑衅了与邻国的关系 这些领导人批评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并呼吁台湾海峡的和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对台湾和南海的提及构成了对北京的攻击 并指责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重启冷战 中国重申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称其为内政事务 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 调查2022年召回近4.9万辆福特野马Mock-E电动汽车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正在调查福特公司召回近4万9千辆野马Mock-E电动汽车 是否充分解决了安全问题 该召回是在2022年发布的 原因是高压电池主接触器过热可能导致动力丧失 NHTSA在收到12起消费者投诉有关 已接受召回修复的车辆后开展了调查 英国英镑已经达到顶峰 并将面临新一轮的压力 汇丰银行表示 英国美日电讯 汇丰银行预测英镑已经达到了顶峰 并将在未来几个月面临压力 尽管英镑是今年表现最好的G10货币 但该银行与其他几家城市分析师一样 对英镑持悲观态度 英镑的价值受到了经济增长超出预期 和英格兰银行持续加息的推动 然而 汇丰警告称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问题 消费者的抵抗力正在减弱 家庭开始感受到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带来的压力 泰国74岁流亡前 总理他信金返国 泰国警方已拘捕 泰国74岁流亡前 总理他信确认今日上午返回泰国 该国民族报周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他信在曼谷郎曼机场从私人飞机下机后 警方会立即将他拘捕 因他信被指犯下多项贪污罪 泰国国会近日举行第三轮总理选举 与他信渊源深厚的为泰党联合其他十个政党 昨日宣布建立十一党联盟组织新政府 为泰党候选人地产大亨斯雷塔 预期可顺利当选总理 他信被军方政变 推翻后已流亡海外约15年 其女儿被东单上周六在Instagram发文称 他将于周二上午9时香港时间上午10时 在郎曼机场迎接父亲 他信昨日在社交平台确认 他会在这个时间时返回泰国 曼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警方和有关机构已经召开会议 为他信重返泰国做准备 民族报引述消息人士称 他信抵达机场后将被警察拘捕 带往郎曼警署备案 再送到最高法院 其后由成教人员带往监狱 由于他信年事已高 监狱医生将决定 他是否需要接受严密的医疗护理 原为电讯大亨的他信 自2001年起任总理 2006年9月因军事政变下台后 被控涉及贪腐等多项刑事案 遭最高法院判处罪名成立 被判坐牢10年 为躲避牢狱之灾 他从2008年起流亡海外 监狱医生决定是否严密护理 泰国五约众议院选举后 陷入组阁僵局 拿下151个席位 成为最大党的新兴改革派政党前进党 其党魁皮塔在总理选举两度失利 只好把组阁机会 让给与他信任缘深厚 得票第二多的卫泰党 国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三轮总理选举 为泰党将推举地产大亨斯雷塔 Thresa Salicin为总理候选人 要成功当选总理 必须获国会参众两院至少375票 参众两院共749席的过半数 为泰党与第三大党自豪泰党 及两个亲军方政党 极限看守总理巴育的团结建国党 人民国家力量党等 组成十一党联盟 组建新政府 共有314张支持票 参议员旺柴称 军方委任的249名参议员中 至少约190位会投票给斯雷塔 卫泰党主席春兰周一 在记者会上表示 十一党联盟不会碰触宪法中 冒犯君主罪 执政之后将推动土地改革 每日基本工资达到600泰铢 133港元等 不过 为泰党与亲军方政党合作 被前进党支持者 痛斥背弃民主阵营 为泰党总部外 已多次发生抗议冲突 前红山军领袖纳塔乌昨日表示 他因为两个亲军方政党加入联盟 将辞去为泰党家族计划主任的职务 曼城同意以5550万英镑的价格引进渡库 作为德布劳内的替补 英国每日电讯 曼城已经同法甲球队雷恩达成协议 以555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比利时 边峰杰里米多库 曼城还正在与巴塞罗纳 旧桥坎塞洛转会至诺坎普的租借加构条款 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谢飞连正在就曼联边峰法昆多 佩里斯特里加盟展开谈判 这将是英超夏季转会窗口中最具野心的一笔赛季租借交易 中国面临着房地产危机加深的恶性循环 英国每日电讯 分析师表示 由于债务负担沉重的房地产行业危机 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下行螺旋 中国经济一直在努力从疫情封锁的影响中复苏 房地产行业的危机打击了经济增长 并导致通缩 分析师警告称 中国需要更多政府支持来应对这种情况 但对迄今实施的支持措施表示失望 一些银行因此下调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测 南亚地区的安全动态 来自新兴分析师的观点 Stamson Center 南亚项目的2022年访问学者 已经就该地区的政策问题 提出了他们的研究和发现 学者们关注的主题包括 印度的能源转型 技术对巴基斯坦农业的影响 民间社会在斯里兰卡政治格局中的角色 以及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挑战 这些研究为该地区的决策者 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建议 SUNET拒绝承诺 在下次选举前阻止船只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首相李时 苏纳克未能承诺 在下次大选前停止移民渡海 在苏纳克担任首相期间 抵达英国的小船上的人数 最近超过了两万五千人 苏纳克曾承诺 今年通过一项法律解决小船问题 当被问及他是否能在下次选举前停止这些小船时 苏纳克表示 虽然他希望尽快解决 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能一夜之间解决 下次大选预计将在明年举行 威廉王子对狮子女族队的讯息可能有些笨拙 但并不具有性别歧视的意味 英国每日电讯 威廉王子因在澳大利亚世界杯决赛前 向英格兰女子族球队发出支持信息 而被指控性别歧视 在视频中 王子表示希望球队好运 并出去享受比赛 女权主义团体MFW 疯狂女巫 批评王子和大卫 贝克汉姆没有参加比赛 并在视频中出现他们的女儿 该团体表示 男孩可能有女性榜样 或为女子队加油 仍然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甚至令人讨厌 尼泊尔提高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价格 因为越来越多的尸体被遗弃 英国每日电讯 尼泊尔将提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费用 以解决山上遗弃尸体的问题 从2025年起 外国人的攀登许可证费用 将增加4000美元 达到15000美元 此举是因为人们对珠穆朗玛峰上 死亡人数的担忧日益增加 自2023年初以来 已有17人丧生 尼泊尔登山者 目前支付的费用较便宜 约为400银� 新的规定 还要求将登山者的尸体 从山上带下来 从珠穆朗玛峰的死亡区 取回一具尸体 可能需要花费15704英镑至157000英镑不等 修道院否认主教的指控 称修女长官与神父发短信 英国每日电讯 在德克萨斯州 一群修女 因对一位主教的争执而排斥了她 原因是 坐轮椅的修女院长 被指控通过发短信 与一位神父 破坏了她的真结誓言 苏丹的内战 将古代宝藏置于火线之上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苏丹的古老遗产 正面临被战争摧毁的风险 这场冲突已经夺去了数千名平民的生命 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 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也面临威胁 位于梅罗伊的皇家陵墓的金字塔 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集中地 虽然并未直接受到战斗的威胁 但如果冲突持续下去 可能会受到抢劫或环境破坏的影响 国家古迹和博物馆公司已经确定了 全国77个受到敌对行动威胁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 喀土木的国家博物馆已经遭受了抢劫和破坏 达尔富尔地区的其他博物馆也可能面临风险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已经建议其成员注意 来自苏丹和该地区的文化物品是否被贩运 正在努力保护这些遗址 国家古迹和博物馆公司继续支付几个考古遗址的保安费用 阿里夫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也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专门用于苏丹的文化遗产紧急基金 我们再次学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的稀制品征收初步反倾销税 商务部对中国征收了122.52%的税率 对德国征收了7.02%的税率 对加拿大征收了5.29%的税率 商务部表示 对中国征收如此高的税率是因为该中国公司拒绝与调查合作 使商务部能够使用对该公司提供的数据进行不利干扰 这是一份引人注目的COVID-19数据 但它是错误的 悉尼先驱陈报 一项信息自由请求揭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卫生部在报告为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数据时存在错误 该部门在公开报告中包括了疫苗接种状态不明的人的死亡情况 导致为接种疫苗的死亡人数被夸大 真实的为接种疫苗死亡率接近最初报告的一半 该部门没有透露数据中包括了疫苗接种状态不明的人 专家警告称 这种错误可能会破坏对疫苗接种计划的信心 并为反疫苗活动人士提供借口 这些数据的公开呈现被描述为误导性和不准确的 尽管这一揭示并不改变新冠疫苗拯救生命的证据 但专家强调准确透明的报告对于维护公众信任的重要性 数据差异凸显了全国范围内标准化和透明化数据收集的需求 这将由明年开始运营的澳大利亚疾病控制中心来解决 联邦卫生部目前正在审查其公开的新冠疫情报告 以改进数据收集和报告 呼吁超市通过购买英国或在线选项支持英国农民 英国每日电讯 超过100名英国议会成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超市在其网站上创建一个购买英国或专区 议员们认为这样的专区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并减少该国的碳足迹 他们指出许多超市已经标注了英国产品 并且这种改变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来实现 这项运动得到了政府部长的支持 至少有一家大型超市据说正在考虑这个想法 目前大多数大型超市的在线商店都没有专门的标签 用于英国农产品 房屋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真正原因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住房供应问题并非由规划体系的障碍所致 而是由该国依赖私人市场提供新住房所导致的 悉尼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的教授 Nicole Gorin 写道 Gorin 建议采取增加社会和经济 适用房部门的资金 动员政府多余土地 用于经济试用房 恢复政府土地开发机构等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需求端的补助和激励措施 也可以与新建筑挂钩 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土地重新划分 可以与经济试用房要求挂钩 爱拉林发电厂应该在2025年之后继续运营 民司政府能源审查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电力网络的一项审查建议 将爱拉林煤电站的使用寿命 延长至2025年关闭日期之后 这项由工党政府委托进行的审查建议 政府与运营商Origin Energy进行谈判 这一举措 可能每年需要耗资2亿澳元 1.47亿美元 至4亿澳元 并需要使用纳税人的资金 来支持一个高污染的发电厂 审查还建议 化石燃料可能是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必要手段 并且天然气发电应在基础设施中发挥更大作用 格林威治将推出长期以来应有的平等法案 而新南威尔士州在全国范围内落后 悉尼先驱晨报 一项平等法案将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的议会中提出 该法案将禁止私立学校对LGBTQ教师和学生进行歧视 并禁止同性恋转化实践 悉尼议员亚历克斯 格林威治 Alex Granich 已经花了18个月起草这项法案 并得到了包括平等澳大利亚组织和LGBTQ健康组织ACON在内的关键团体的支持 然而 州政府坚称要在与多个团体磋商后 推出自己的禁止同性恋转化实践的法案 格林威治的法案是以维多利亚州类似的立法为模板的 我们正在落后于世界 推动澳大利亚制造国防无人机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寻求本地公司和研究机构的建议 以开发具备军事级别的无人机系统UAS 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的依赖 此举是在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国防军早些时候宣布 由于安全问题 他们将停用由大疆制造的无人机之后采取的 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洛伊表示 使用本地制造的无人机技术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澳大利亚需要投资无人技术 以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 接下来讨论一下所谓的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全民抓碟 跟这个政治学习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也提到政治学习的问题 习近平的文件变成全民学习 习近平的文件学习 所以文件也在学习 不过中国反间谍法 7月要开始上路 整个对间谍的这个解释 以及对间谍的这个整个构成 这个等于是扩大解释 所以相对的道理 倒是不是要抓间谍 那爱国主义的这个思想 开始在大学里面这个开始受克 这个声明怎么看待全民这个抓碟 会不会因为抓碟的问题 所谓宁可这个挫杀一百亿 放过一个人 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 刚刚正在跟国内一个朋友在谈这个事 他就说呢 他中国 很严重吗 他中国如果真的面临 美国这么大的压力 中美未来博弈十年 是决定两国家国运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呢 中国应该像抗战的时候 搞统一战线才对 而不应该搞统一思想 因为统一思想必定是把那个圈子说得很小 而统一战线呢 你就要放低底线 像这个抓碟也好啊 这些 很多事就不应该去干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还真是一个 一个问题吧 现在到底是该怎么做 其实在我看的抓碟这个事呢 应该是直轮部门的事 就中国的任何事情 一旦搞成了群众运动 从历史上看 基本上没有好结果的 除了在夺取政权的时候 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呢 他是成功的 在建设一个国家的时候 在解决具体问题 而不是去破坏的时候 群众运动真是没有用 所以他现在这个抓碟已经变成了一个 一个群众运动了 那至于说 这习近平到底他 这里面他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肯定是一种不安全感 所谓的让外必须安慰 在跟美国可能攀排的时候 在中国呢 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甚至就是在台湾 可能要开战的时候呢 他想把内部管束一下 大概就这个目的 做不做得到 我觉得他肯定做得到 因为吓唬人是很容易的 他现在对谍的那个定义 也不是说你跟西方 对CIA有具体的联系 他已经宽泛到了 就是在网络上 或者在朋友之间 散发一些什么言论之类的 他都把往那个谍上面扯了 就是这个谍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这谍 所以对中国的自由派来说 对中国那些不满政府的 包括极端的左派来说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就希望这个运动呢 不要持续下去 这样80年代 当时搞那个 所谓的精神污染一样的 希望他就是比较快的结束掉 这个恒金 你怎么看呢 这个杀文政治的总是 这个抓别 按照如果刚才 盛名这样提到的 这个定义那么广泛的话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举报的话 那怎么样罗子罪名呢 非常宽泛 从目前来说 你要看他的那个 那个最近推行的 非常宽泛 他很多的问题呢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跟 这个 就是谍 跟间谍连在一起 而且呢 最近呢 这个 出了好几个 好几个谍战片 好几个谍战片 都不是说讲过去了 过去都是讲什么 抗日神剧啊 那种谍战片 现在是讲现在在厦门啊 这个谍战片 对手啊 好几个 现在啊 这个电视剧 现在弄的呢 大家呢 风声鹤唳 其实呢 有了这个 这个反间谍法力以后啊 它其中有一条 它呢 是非常厉害 那就是 一把你定义为谍 一把你定义为这个间谍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 你要是外国人的话啊 这个领事 领事保护 就没有 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了 所以你看那个 像什么成磊啊 还有什么杨 杨什么军 杨恒军啊 他们的那个领事保护 就非常的 非常的有限 甚至是没用 所以呢 这一点啊 是一个就是说 你外界对他都不知道 就关在哪 什么都不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是非常恐惧的 现在呢 据说这个日本啊 日本现在呢 就是被抓在 以间谍罪啊 被抓在这个 中国大陆的 这个人呢 已经超过了100人 超过了100人 所以你从这个 这个角度看啊 就是使得 现在很多的外资啊 很多的外资 就不敢去 望而却步 另外呢 像这个 像我原来的我的朋友 叫 Richard Fisher 他呢 是美国 这边一个著名的 一个军事专家 我曾经就问过他 这个 我说那你最近 他原来是去中国的啊 他说 我说你最近会去中国吗 他说我不敢去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 他们不会让我出来 他说 因为呢 他说 他们不给他 外交豁免的那个护照 他说 他只给我这个 旅行护照 或者是记者的护照 哦 这个签证 对不起 签证 所以呢 他说他不给我这个 不能够保护我的基本身份 就是说我的这个身家姓名 所以我不敢去了 我选择不去 所以就可以想象啊 现在呢 这个很多的 这个外资撤资 跟他都是有关的 但是呢 我的感觉 这回为什么 那么打张旗鼓的 搞这一套 实际上有一方面 是刚才盛平先生 讲到的 说这个下车 另外一方面啊 其实呢 是更广泛的 是让 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啊 就是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 现在呢 我们是要进入一个 战争状态 进入一个战争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 跟迭代联系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政府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就至高无上 政府的力量 就至高无上 你离开了政府 政府可以随便的去动你 但是你离开政府 你活都活不去 所以呢 要形成这样的 一个氛围 然后 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运动 然后呢 这个 他觉得政权就稳定 所以呢 这个是我对他 现在搞这个 这条东西的 一个理解 但是呢 就是 事情呢 往往不会如他的愿 就像他搞这个 什么 学习强国呀 或者现在的 要学习这个主题教育呀 学习习近平思想啊 像这些东西 你每天充斥 各种各样的媒体上 然后呢 这个还要求呢 用软件去监督你 这些党员们 是不是在学 连现在外企都要 这个员工啊 都要 这个要学这些东西 那说这种东西 是不是真正能起作用 而且现在是要 入脑 入心 入魂 要入魂 那我说 我那时候 我就开玩笑 我说这不是跟那个 东方不败 不知道 那个任我行搞的那一套 叫什么呀 叫三 三师脑魂丹 你 对吧 我到一年 我必须得给你个解药 给你个解药 你活不了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但是你说中国老百姓 经历过文革的人 现在还没死的人 还有不少 所以最后会接受 另外新的年轻人会接受 所以像我刚才提到了 我前一段 就是刚刚来了一个哥们 国内的做生意做得很好 然后现在全部躺平 他周围的人全部躺平 全部躺平 然后就在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说大家还谈论问题 不谈了 大家都不谈了 但是大家心里头都在猜 其实大家 你这个想法 跟我想法差不多吧 都不谈了 都不谈 为什么 太危险了 一会你被变成了谍了 怎么办 对吧 所以大家都不谈了 不管是跟官员也好 跟自己哥们也好 都不谈 连哥们都不谈 所以你就想 这就跟当年 说那个共产党 那个共产党快得到政权 国民党快退出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很多的餐馆 至少我们看那些神剧里头 餐馆里头都有一条告示 叫默唐国事 对吧 默唐国事 他就要形成这样一个政治压力 然后他觉得这样的话 政权才稳定 但是可能事与愿违 这个国王教授 你怎么看来 麦克风没开 麦克风没开 好 这个现在这个 中国大陆 对于这个 境外人士 特别是所谓西方人士 可以说是 风声鹤唳 而且呢 是造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恐惧 那么这个是严重的影响 外国人到中国的意愿 而且这样的 没有安全感 有恐惧感 不只是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流动 更影响到 这个商务的活动 现在很多这个 外企 外企 他在中国已经投资 设厂 然后呢 他要派人去中国大陆 非常困难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去 因为怕 这个被 什么 反间谍法 列为这个对象 那么列为对象之后 那么很可能就是造成 他的一个人身自由的失去 或者是一个精神上困扰 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 反间谍法 施行之后 我看到的数据 就是说 西方人士到中国的 无论是商务或者旅客 都大大的减少 这减少绝对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且里头很容易造成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影响外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 那种交往 本来这种交往是非常自然的 在1990年代 一直到现在 30年的时间 那外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 各种交往 互动 或者是这个 各种商务上的这个联系 非常紧密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 无论是这个 了解外国的状况 或者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状况 或者彼此思想 观念 感情的交流 都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现在变成是 在中国人跟外国人之间 拉了一道墙 那么这个墙 就阻隔的交流 阻隔交流的后果 不仅仅是一种 思想观念流通受到限制 很重要是商务的 进行 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制约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搞这个 反间谍法之类的 还有要全民举报外国间谍 应该是操作过度 这操作过度呢 造成的这个危害 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呢 里头我们 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不是会鼓励 一些人这个编造 编造 这个间谍活动 或者编造某个人为间谍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呢 因为很多人他举报 他可以获得奖金 为了获得奖金呢 他常拥造一些事实 这这个在情报里头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 腐烂的问题 也就是 这个 为了立功 为了立功 为了得到奖赏 而虚报 或者是扩大 这个 对方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造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这个所谓 鼓励去举报外国间谍 这是 这种运动性的做法 是非常不理想的 因为 严格讲起来 对于外国间谍的监控 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反情报机构的责任 他当然可以找一些县民来协助 但是呢 不应该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所以这个分纪啊 应该把持的很好 而且呢 一个国家 他有多少机密 这应该是 不是从宽 看定了 从宽 看定的结果就是 无处不是机密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日本 他在中国的所谓 企业咨询顾问啊 或者是资料收集调查的公司 那其实他是 很可能是为了 企业的商业利益在服务 比如说你要投资 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服务 服务类的公司 或者你销售什么产品 那么你总是要去做市场调查呀 这市场调查是不是一个机密 的一个收集 或情报的收集呢 那么现在上海有公司 被这个公安冲进去 去搜寻他 那就是他 去搜集中国大陆的资料跟情报 这资料跟情报 可能是为了商业目的 而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啊 更不是为了 刺探中国的军事机密 和政治机密啊 这样的人 这样的公司 也受到这个 这个搜查 或者是将来这个被罚办 那这是不是小题大做的 所以这个应该来讲 应该更严谨的处理 这方面的问题 刚才其他这外国人 说不定对台商也有影响 好 这个全面抓地 会有什么后续效果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朝鲜的太空发射计划 和远程导弹项目 路透射 根据日本海岸警卫队的消息 朝鲜计划在8月24日至8月31日期间 发射一颗卫星 这将是今年第二次尝试 此前一次发射 在5月份失败 美国 韩国和其他国家谴责朝鲜的太空发射活动 这些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朝鲜在1998年以来一直有卫星发射失败的历史 新哈瓦拉15年后回到泰国 德国之声 泰国前总理他姓 希纳瓦特在流亡15年后回到泰国 数百人聚集在曼谷迎接他的到来 希纳瓦特是一位商业大亨出身的政治家 17年前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 但他一直对泰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他因其在卫生和劳工方面的政策而受到农村贫困人口的喜爱 但被精英阶层所鄙视 他们认为他在执政期间腐败和专制 柬埔寨议会批准强人之子洪曼尼特为新总理 路透社 柬埔寨新当选的议会已经批准将军洪曼尼特为首相 完成了该国历史性的权力交接 洪曼尼特在西方接受教育 有军事背景 并得到了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他的父亲洪森是前红色高棉游击队员 和自封的强人 承诺在未来至少十年内继续从事政治其他角色 洪曼尼特上任的头几个月将受到大国的密切关注 以确定他是否会采取更自由的方式 改善柬埔寨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还是维持威权主义的现状 卢比在美国收益进一步上升 和人民币复苏之间陷入困境 路透社 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但预计印度卢比周二将保持稳定开盘 因为中国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复苏提供了支持 非交割远期合约表明 卢比将开盘接近周一的水平83.1075 由于美国经济将推动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 预计卢比将保持稳定 因为印度储备银行不愿看到美元卢比创下新高 美元在美国收益率飙升之际比进高位 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人民币 路透社 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周二保持在十周高位附近 而人民币则因中国央行设定了比预期更强的每日中间价而上涨 美元指数下跌0.1%至103.24% 但仍接近上周五的103.68高点 美元的上涨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以及中国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问题的缓慢应对有关 对日元 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0.1%至146.125日元 1.34美元 此前曾升至146.425日元 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 印度股市应对中国经济和美国利率的担忧而开盘平稳 路透社 由于对中国经济和美国利率的担忧 预计印度股市周二将开盘平稳 尽管周一NIFTY50和Sensex指数上涨 但分析师预计由于宏观经济疲软和全球市场波动 进一步的整顾将会出现 周二亚洲市场略有上涨 因为中国发布了低于预期的关键贷款利率下调 引发了通缩和经济复苏的担忧 投资者还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周五的讲话 以获取有关美国央行货币政策收紧的线索 中国联系成为美国初创企业的筹款障碍 日经亚洲 美中紧张关系 使得中国和华裔创业者更难从美国风险投资家那里获得资金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的最新行政命令 限制了美国对中国 香港和澳门的某些投资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 这一举措 再加上美国对中国的反华情绪上升 对中国和华裔创业者的筹资努力 产生了冷却效应 许多投资者 对投资由具有中国血统的个人创办的人工智能公司 持谨慎态度 担心涉及国家安全和与中国政府的潜在联系 这导致一些创始人采取措施 与自己的中国背景保持距离 比如引进一个非中国籍的首席执行官 和隐藏自己的中文名字 风险投资活动的放缓和全球经济的疲软 也加剧了所有创始人面临的筹资挑战 使得中国和华裔创业者更难获得资金 此外 北京对资本外流的加强控制 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更难以投资美国初创企业 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和华裔创业者的筹资机会 香港的日本餐馆老板们 为福岛海鲜禁令做好准备 路透社 香港的日本餐馆业主对即将实施的禁止 从十个日本县进口海产品的禁令感到担忧 此前 东京计划从8月24日起 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水排放到海中 香港是日本农业和渔业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中国大陆 预计这项禁令将导致香港的日本餐馆业务损失高达40% 柬埔寨议员选举洪森之子洪曼尼特为新总理 半岛电视台 柬埔寨国民议会选举胡曼内特为该国新任总理 胡曼内特是现任总理洪森的儿子 洪森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胡曼内特是柬埔寨军方的四星上将 他在议会下议院的123名出席投票的成员中当选 尽管发生了这一过度 洪森仍将在柬埔寨的权力中心担任参议院主席和其他职务 观察人士将此举与朝鲜的世袭领导相提并论 最近的选举被广泛批评 因为严重竞争被排除在外 该国的政治反对派表示 胡曼内特的任命并不代表重大变革 日本将于周四开始释放福岛核废水 CNN 如果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日本将于8月24日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 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自2011年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以来 这些水已经经过处理并储存在大型储罐中 然而储存空间已经不足 政府表示需要处理这些谁已解体该核电站 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得出结论 认为该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但它引发了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等邻国的反对 不满美韩军演挑衅朝鲜警告热核战 德国之声中文王 朝鲜除了强力警告美韩日领导人在大卫营达成的三边协议 22日更谴责美韩年度军事演习具侵略性,可能导致热核战争的爆发 与此同时,朝鲜也公布了新的卫星发射计划 美国与韩国周一,8月21日开始以支自由之盾军演 旨在加强两国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联合反应 长期以来,平壤一直谴责这些演习是战争的预演 朝鲜官媒朝中社表示 美日韩18日在大卫营举行的峰会旨在发起核战争挑衅 评论称,如果在大卫营度假村制定的协议在战争演习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朝鲜半岛爆发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加现实 在美日韩领导人的首次独立会晤中 三国同意深化军事和经济合作 共同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朝鲜的核威胁 朝鲜的评论称,当前局势要求其军队采取主动、进攻和压倒性的战争行动 但没有详细说明细节 根据路透社,一名韩国议员表示 朝鲜可能会是射洲际弹道导弹或采取其他军事行动 以抗议盟国的演习或上周韩美日峰会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平壤已将发射计划通知日本 并补充说它已只是日本政府与美国、韩国和其他国家合作 敦促取消发射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间谍机构上周告诉国会议员 平壤可能在8月底或9月初发射一颗侦查卫星 此次发射预计在9月9日朝鲜政权成立75周年纪念日之前进行 日本海上保安厅在22日正式收到消息 显示朝鲜将在8月24日到31日期间 向黄海和东海方向发射一颗卫星 指定的危险区域除了以上两地还包含菲律宾旅宋岛以东的海域 今年5月 平壤发射了自称第一颗军事侦查卫星 但运载火箭在起飞几分钟后就坠入海中 朝鲜表示 开发这颗鉴别卫星是为了制衡美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 美日韩日共同发出谴责 称其违反了联合国禁止该核武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 卫星坠毁后 韩国组成一支由海军救援船、扫雷船和深海潜水员组成的舰队 进行了为期36天的打捞行动 美韩专家对回收的火箭和卫星部件进行了分析 韩国国防部随后表示 这颗卫星没有军事用途 法新社引用分析人士表示 洲际弹道导弹的开发与太空发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重叠 此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将发展军事间谍卫星作为首要任务 路透社、法新社 中国经济现困境之际 习近平势必成为金砖峰会上的焦点人物 VOA扬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南非当地时间周一 8月21日晚间抵达约翰内斯堡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金砖国家BREX领导人第15次会晤 目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国际外交预阻的困顿局势 这仅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出国访问 与新冠疫情前穿梭国际舞台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习近平上次离开中国是在今年3月 在莫斯科会晤了他亲爱的朋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两国领导人当时重申中俄针对美国的战略结盟 同时宣扬一个不再受西方支配的新世界秩序 藉由这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中俄期望能进一步推动其愿景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所组成的金砖五国 GDP占全球23%,人口占全球42% 今年峰会的议程将包括未来可能扩大金砖国家成员数量 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几个非洲国家先前曾表达过加入金砖的意愿 而今年受邀参加峰会的69个国家便包含了所有非洲国家 中国驻南非大使陈小冬上周表示 金砖国家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平台 以及国际公平与正义的支柱 他说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失序且无能 认为国际社会正热切期待金砖国家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网站援引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的话说 习近平并非企图在由美国主导的现有自由国际秩序中打败美国 他的长期目标是要将世界秩序转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非洲战略研究中心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副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oya认为 由于普京没有亲自出席 习近平势必成为本次峰会上的焦点人物 普京因为被控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 ICC的通缉 因此只能从莫斯科以视频方式与会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发表谈话时指出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重要合作平台 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 针对中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 习近平表示 今年是中南建交25周年 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并称中国与南非的关系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 尽管习近平怀抱着领导发展中国家的雄心壮志 但是在内外交加的压力下 北京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对外 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总统乔拜登 Joyal Biden 刚刚主持的戴卫营峰会 展示了团结日韩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对内 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增加 通货紧缩压力 青年失业率都让北京当局焦头烂额 华盛顿智库史听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队 CNN表示 挣扎中的中国经济 将使得习近平的外交魅力受到限制 北京恐怕无力 再像过去一样 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慷慨的援助方案 融资和合作协议 北京不仅无力撒币 还得面临公众 对其在海外奢侈之初的质疑声音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比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 南图亚对CNN说 当中国国内面临众多问题时 中国民众正在对北京的巨额海外投资提出质疑 南图亚说 面对经济放缓 中国政府在选择融资的外国项目时 变得更加谨慎 本文参考了法新社的报道 邓玉文获知 常常见到习近平的高官说 中高层干部中至少有七成反对习近平 美国著名华人政治评论家邓玉文 在其推特上披露 前不久 现一个去年退休的高官 他因工作性质的关系 常常见到习近平 这次使因私探亲来美 我问他 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官员中 估算一下 有多少官员反对习 他说 除了习的亲信 以及那些受惠于习的官员 中高层干部中至少有七成是反对习的路线和政策的 即使习的亲信 也很不满习的领导风格和做法 只是不敢讲 但可以从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细节看出来 我又问 现在经济不好 社会怨气很重 习的气数是否已尽 党是否和习一块殉葬 他沉阴片刻 说 不好讲 但可以肯定 他们 只习的亲信 是不想和他 只习 一块陪葬的 在关键时候会背叛他 泰国前总理他信 结束15年流亡回国 被最高法院判处8年监禁 星岛头条 泰国前首相他信 在异国他乡流亡15年后 于今 22日早上回国 路透社引述泰媒报道 一架载有他信的私人专机 已于周二早上降落在曼谷狼曼国际机场 另据法新社报道 他信入境后向着泰王瓦吉拉龙宫的画像鞠躬致敬 并朝数百名支持者挥手执意 而在机场等待多时的泰国官员 随后将他信带离机场 之后 他信在警察车队的护送下抵达最高法院 就他涉及的多宗未决刑事案件出庭 据路透社最新消息 最高法院中午宣判 前总理他信三项罪名成立 被判处八年监禁 流亡海外15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 日前已预告今早返国 他信的包妹 前首相英禄 英格·施纳瓦特 经 22日于Facebook 发布与他信在私人飞机上 准备从杜拜回国的照片 他信的幼女被东单 佩顿塔尔·施纳瓦特 表示父亲将于当地时间早上9时 抵达曼谷郎曼机场 他会到场迎接 当局预计会有大批他信的支持者到机场 以加强机场保安 警方指已准备将他信带上最高法院 泰国传媒指 数千名他信的支持者 昨晚已由东北部省份前往曼谷 今早凌晨在曼谷郎曼机场外围 已有他信的支持者聚集 当地司法机构表示 他信完成入境程序后 随即会被送到最高法院 法院将于早上10点半开庭 就他信涉及的贪污等三项控罪做出裁决 他信的家人可倒停旁听 但聆讯不会进行直播 亦拒绝记者旁听 以确保秩序 法院将在审讯结束后 发布新闻稿交代 他信 2006年因为军事政变下台 两年后 由于涉及贪污案 为避免牢狱之灾流亡海外 警方早前表明 一旦他信回国 会按法律拘捕他 就在他信回国的同一日 泰国国会将选举新总理 投票前夕 魏太党和两个清军方等政党 宣布组成十一党联盟 有望打破连月的政治僵局 他信创立的魏太党 在最大党前进党党魁 辟他两次闯关竞逐总理失败后 已与过往政敌 人民力量党和太监国党等 清军方政党筹组执政联盟 并提名他信的亲信 地产大亨斯雷塔 作为总理候选人 日本将于本周 开始释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水 纽约时报 尽管地区和国内存在反对声音 但日本已开始将处理过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的 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 如果天气和海洋条件允许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排放将于周四开始 国际原子能机构 在7月份表示 政府的计划 符合该机构的安全标准 并且释放处理过的水 不太可能对人类构成 严重健康危险 然而 一些科学家对日本政府 和东京电力公司 在储存罐中 可能残留的放射性物质方面的 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中国政府和韩国公众的 大部分人 反对这一计划 日本的渔业团体 和其他人 也持反对意见 这些水 目前存储在 该核电站的 一千多个储关中 日本政府表示 水的排放 可能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朝鲜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 周二早上降落在北京 路透社 周二早上 一架来自平壤的 高丽航空航班 提前抵达北京 航班SJ151 于上午9点17分抵达 比计划提前了三分钟 由于预计美国原油库存减少 油价上涨 但中国经济前景的暗淡 抑制了涨幅 路透社 周二早盘 油价上涨 预计美国原油和汽油库存 将出现下降 布伦特 原油上涨10美分 至每桶84.56美元 美国西德克萨斯 中置原油上涨9美分 至每桶80.81美元 然而 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限制了油价的上涨空间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其经济疲软一直在拖累油价 乔拜登发誓将帮助重建夏威夷 以应对致命的野火 德国之声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访问了毛一岛 参观了最近受到野火影响的地区 并向社区提供支持 拜登承诺 美国政府将与毛一岛的人民站在一起 为重建提供支持 此次访问 发生在政府对灾难反应缓慢的批评之际 拜登暂停了 他在塔户湖的度假行程 前往毛一岛 夏威夷岛上的野火 造成至少114人死亡 850人失踪 恢复和身份确认过程缓慢 导致对政府反应的批评 中美洲议会开除台湾 将中国设为永久观察员 路透社 中美洲议会 Parlaysen 以投票决定将中国取代台湾 成为永久观察员 反映了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 台湾外交部决定立即退出 Parlaysen 理由是 中国试图压制台湾的国际参与 北京一直在中美洲扩大其影响力 该地区的几个国家近年来与台湾断交 这一举动遭到了美国参议员蒂姆 凯恩和马尔科 卢比奥的谴责 他们指责中国破坏了新疆的民主和人权 随着竞争加剧 阿里巴巴回归电子商务根基 日经亚洲 阿里巴巴将重心转回电子商务 以振兴收益 其策略包括通过内容创作吸引年轻的在线购物者 使用淘宝应用 此举是对抖音和小红书成功利用用户参与度 扩展到电子商务和其他服务的回应 阿里巴巴还计划通过价格竞争 推出淘宝的一个新板块 专门销售定价为一元人民币 0.14美元或大幅折扣的产品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珊珊表示 阿里巴巴将继续大力投资于围绕购物 消费和日常生活的内容开发 特鲁多被指责在对外国干预进行公开调查方面拖延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指责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启动对外国干预的正式调查上拖延 自由党政府和反对党就此事的谈判已经开始了八个星期 波利耶夫表示 保守党提交了拟议的加拿大人的名字来领导调查 其他党派也这样做了 并且同意了调查的草案参考 特鲁多表示他打算继续进行调查 但希望确保领导调查的人能够在没有党派独信的情况下工作 承诺与中国大陆建交的他赢了威地马拉大选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8月20日晚间 威地马拉最高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 根据对95.29%选票的统计 种子运动候选人贝尔纳多 阿雷瓦洛的得票率为59.12% 以明显优势领先于全国希望联盟候选人桑德拉·托雷斯的36.15% 在大选中获胜 威地马拉目前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 阿雷瓦洛在选举期间曾承诺 如果他当选 但推动威地马拉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 威地马拉过去几十年来 一直是台湾邦交国 但近些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如今赢得选举 阿雷瓦洛更是曾公开表示 他当选后将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国建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曾被问及有关问题 他回应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82个国家 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 同中国建交 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中国是威地马拉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第五大出口目的地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发展对华关系 符合威地马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希望威地马拉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做出符合本国和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抉择 现年64岁的阿雷瓦洛 曾是威地马拉外交官 也是前总统之子 台湾的媒体表示 阿雷瓦洛在首轮选举结果 出炉后曾表示 他若当选总统 将倾向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 不过他上月在被问及当选后 是否会弃抬头重时 他又说 不会改变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 认为与中国寻求扩大经贸关系 并不抵触 威地马拉可以双轨并进 即维系与台湾的邦交 同时寻求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两者可完全兼容 威地马拉与台湾建交长达数十年 威地马拉国也是目前 台湾仅剩的12个邦交国之一 今年3月 另一个台湾在中南美洲的友邦宏都拉斯 弃台头重 该与北京建交 拉马斯瓦米 可能成为特朗普副总统 悉尼先驱晨报 科技亿万富翁维维克 拉马斯瓦米是一位印度教保守派的火爆人物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 他正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与唐纳德、特朗普竞争的共和党候选人 拉马斯瓦米在说唱音乐领域有所涉猎 他批评了觉醒的企业 支持美国优先议程 反对减少碳排放措施 并主张禁止堕胎6周 他还承诺 如果当选 将比特朗普更进一步推动他的议程 拉马斯瓦米正在赢得特朗普支持者的第二选择 卢比可能会因亚洲外汇市场中人民币引发的疲软而下跌 路透社 预计印度卢比在周一开盘时将贬值兑美元 跟随其他亚洲货币的损失以及对美国收益率的担忧 非交割远期合约表明 卢比兑美元的开盘价将在83.18至83.20之间 而前一交易日为83.1025 尽管印度储备银行进行了干预 外汇交易商们仍然相信 卢比很快将创下新的历史低点是不可避免的 导致卢比走弱的其他因素 还包括离岸人民币和美国收益率 泰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 低于预期 前景被削减 路透社 泰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8% 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1% 由于出口放缓 政府将2023年的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至3.0% 此前的预测范围为2.7%至3.7% 全球需求疲软影响了泰国的出口 但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增长支撑了经济 政府维持今年2800万外国游客到访的预测 印度股市有望跟随亚洲同行开盘下跌 关注GO金融上市 路透社 预计印度股市周一开盘下跌 因为亚洲股市因中国降息幅度小于预期而下滑 尼夫第50指数和Sensex指数连续四周下跌 创下15个月来的最长连跌记录 投资者还在等待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在周五在怀俄明州举行的中央银行年会上 对政策收紧的进一步见解 此外 预计会有信实工业旗下的GO金融服务公司上市 泰国第二季度GDP增长1.8%低于预期 日经亚洲 泰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同比增长1.8% 而第一季度增长2.6% 这低于第二季度3.1%增长的中值预测 这种疲弱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下降 第二季度出口收缩了5.7% 这是由于全球需求疲软 尤其是来自中国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尽管如此 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增长了7.8% 高于上一季度的5.8% 如果朝鲜的威胁持续下去 韩国将与美国和日本加强合作 路透社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 如果朝鲜的威胁增加 韩美日三方合作将得到加强 他在与美国和日本领导人会谈后 发表了这一言论 双方同意加深军事和经济合作 尹锡悦将此描述为 三国关系的新时代的开启 并表示 三方伙伴关系将与AUKUS协议和四方联盟 一起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峰会旨在展示 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朝鲜的核威胁的团结 尹锡悦强调 三方合作对其他国家开放 并将为地区和世界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 日本航空公司瞄准为半导体和电子商务货物提供服务 日经亚洲 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航空ANA和日本航空公司GEL计划引入货机 以加强其货运业务 尽管由于疫情导致空中货运市场目前正在萎缩 NI已签署协议收购日本货运航空公司NCA 而GEL则将三架中型客机改装为货机 两家航空公司都预计货运市场在长期内将增长 Anna表示 运输半导体、电子产品、药品、食品和汽车零部件等 高价值和时间敏感产品的需求将增加 中国武器巨头北方工业集团在西非扩大业务 南华早报 中国国有的国防集团北方工业公司Narinko 在西非塞内加尔开设了一家销售办事处 分析人士认为 这将有助于扩大该公司在该地区的军事采购业务 北方工业公司已经在尼日利亚、安格拉和南非设有地区办事处 除了向塞内加尔提供装甲战斗车辆外 该公司还据称正在与塞内加尔政府商讨 为该国环境部提供轻武器和弹药 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正越来越多地挑战西方军火供应商在非洲的业务和影响力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